大家好,我是Den 前幾天,由龐瘡所有男成員B在2016年所創造 全世界的阿米們都象徵性一樣使用的Purae這個詞 背行我一家化妝品公司在2020年9月註冊商標的消息曝光後 世界各地的粉絲們都紛紛到該化妝品公司的網站留言 說明Purae的意義,並要求能取消註冊 結果在今天,化妝品公司官方正式回應 因為公司在2020年9月註冊的Purae 而讓喜愛PTS的粉絲們擔憂的事情深感歉意 為了K-Purae的發展,公司會放棄Purae的註冊申請 然後也上傳了註冊撤回書 謝謝貴公司的決定,感謝能理解粉絲們的心 就算不是今天這件事情 這種搶現一部註冊商標的事情,真的不希望再發生了 下一個消息是 今天,永遠都像弟弟一樣的ShinyTemi 終於去當兵了 在成員米諾上傳的照片能看到 米諾送Temi去訓練所的樣子 米諾留言 Temi呢,要身體健康的回來 哥哥永遠都會站在你那邊,為你姻緣,愛你 Ki也上傳了成員四人的合照並留言 好好回來吧 會等你的Temi,好好娶回來 Temi不是16歲嗎? 為什麼要去當兵? 怎麼很像是去高考的高三學生一樣呢? 希望Temi能夠健康的從聚 我們明年再見,加油!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6月份即將回歸的IDOL們 6月1號 Monstax將以第9張迷你專輯的主打歌Kambler回歸 這次的主打歌Kambler 是由成員取恨親手製作的歌曲 所以令粉絲們非常期待 但是對張扯怒 因為健康問題 將不會參與這次的回歸活動 PI將在6月1號 以首次的正規Solo專輯的主打歌 Hebion回歸 聽信Mamamu將在6月2號發表第11張迷你專輯 WAW 因為這次是在Mamamu出道後 首次以抒情歌為主打歌 所以真的令全世界的K-POP粉絲們都非常期待 PixRabia將在6月3號 以親手參與全首製作的第4張迷你專輯 Rodis的雙主打歌Kardigan跟Gobad回歸 Gustine將在6月3號以主打歌Pamseta回歸 EXO將在6月7號以新專輯Don't fight the feeling回歸 這次的回歸是 繼2019年11月發表的Obsession之後 時隔一年6個月 也是在休敏Dio退伍之後首次發表的專輯 所以令粉絲們都非常期待 Hasone將在6月7號以第5張迷你專輯的主打歌Sneakers回歸 樂團F-Line將在6月8號以第一張正規專輯的主打歌Minshot回歸 新人男朋友Wei將在6月8號以第三張迷你專輯回歸 Twice將在6月9號公開新曲R-Core Free的應援跟MV 並在11號正式發行迷你專輯 這次的主打歌R-Core Free是由JYP親自作詞作曲的歌 而專輯收錄的所有歌詞都是由成員們親自寫下 然後尤其是讓我個人最期待的部分是 讓我第一次入坑K-POP的男團Duce的Yendo 也參與了這次Twice的新專輯 Infinity出生的霍雅將在6月9號以新曲回歸 因為6月9號是Infinity出道11週年的日子 所以霍雅這次的回歸 對於Infinity的粉絲們也有著非常特別的意義 Cube威樂季Yendo之後 時隔三年推出的新人女團Lyzen 將在6月10號以單曲Panilla正式出道 Optention將在6月14號以第二張正規專輯Connection回歸 K7成員PenBang將在6月15號以出道首次的Solo專輯回歸 7成員PenBang將在6月18號以第8張迷你專輯Your Choice回歸 因為就在前一陣子 7成員PenBang第一次入圍了美國2011年Pierreboard Music Awards Top Social Artist部門 4月發表的日本單曲Hitoriじゃない 也是拿下了日本音樂榜專輯榜的一位 所以非常期待這次的回歸 最後就是雖然還沒有確定日期 但是會在6月份回歸的idle們 Brave Girls Ping Mama 2PM Han Seung Woo Chun Soyeon 接著我們順便來看一下 今天回歸的tuboro by together Reed with Joey Reed with Joey Heb Bug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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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